你绝对想不到 传说中最神秘的黑龙叶煞 居然被一个小男孩抓到了 杰哥举起匕首 准备杀掉叶煞 这样他就能获得族人的认可 叶煞知道自己无力反抗 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但看到这一幕 杰哥始终下不去手 看到叶煞无法动弹 杰哥各段绳索 放叶煞离开了 然而下一秒 杰哥瞬间懵了 但奇怪的是 叶煞并没有伤害他 一瞬怒虎过后 便朝着树林飞去 而杰哥这位吓得 看待了地上 原来这是一个 恶龙恨行的年代 人类的部落 常年遭受恶龙的侵袭 好在族长骁勇善战 带领族人抵御恶龙 部落这才得以生存 而杰哥作为族长的儿子 却是一个名副西石的废材 受咬的体格 只能在铁匠铺打砸 可他的梦想 居然是成为屠龙勇士 这样不仅可以获得全族的认可 还能俘获女神的芳心 就在这天 恶龙再次来袭 突然一道黑影划破天空 所到之处 散发出蓝光 他就是传说中的黑龙 叶煞 从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 为了证明自己 杰哥准备抓捕叶煞 于是 推的秘密武器来到了制高点 等待着叶煞的出现 伴随了一阵惨叫 一道黑影掉进了树林 我射中了 我射中了 可还没来得及高兴 杰哥就被一只佩晃龙盯上了 危机时刻 他的父亲及时赶到 而此时 奎煞龙的能量用尽了 父亲见状 直接一套连招 打跑了恶龙 杰哥高兴地告诉父亲 自己抓住了叶煞 可就根本没人相信 为了证明自己 他偷偷跑到后山 寻找叶煞 可找了很久 什么也没发现 觉得准备放弃时 眼前出现了一道身高 顺着痕迹寻找 结果真的发现了 被绳子捆住的叶煞 杰哥逃出匕首 小云云云地靠近 随后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杰哥并没有杀掉叶煞 而是放走了他 而这个决定 也改变了杰哥的一生 朋友家后 父亲认为杰哥长大了 让他去参加屠龙训练 在经过与叶煞的接触 杰哥认为自己 根本没有勇气 去杀掉一只龙 可父亲并没有听他的解释 结果在第二天的训练场上 杰哥依旧是个废材 甚至连盾牌都拿不稳 他被恶龙逼到角落 眼看就要发生危险 不及时刻叫官出手了 他告诉杰哥 在战场上 恶龙是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 而此时的杰哥 也产生了疑惑 叶煞为何没有杀掉自己 于是他鼓起勇气 再次来到放走叶煞的地方 居然发现叶煞还未离开 只见他一次次撞击岩壁 可无论如何都飞不起来 杰哥这才发现 原来叶煞少了一次尾翼 这不仅导致他无法正常飞行 甚至连捕石都成了问题 就在这时 杰哥不小心将笔掉了下去 惊动了叶煞 而叶煞 只是静静地看着杰哥 这也让杰哥更加好奇 回去后 他找到了龙都图鉴 上面记载着 各种龙的特点与能力 唯独到了叶煞这里 就是一片空埋 上面只留下了一句话 可在杰哥看来 叶煞并没有那么邪恶 小男孩想用一条鱼 驱服这只叶煞 叶煞刚张开嘴 却突然警惕起来 原来 是他发现了杰哥要件的匕首 当杰哥丢掉匕首后 叶煞立刻变得呆猛起来 随后放下戒备 慢慢地靠近杰哥 杰哥这才发现 叶煞中凶毁的叶煞 居然没有牙齿 可什么想到 叶煞吃完鱼后 却突然变脸 他将杰哥逼到了角落 然后张开大嘴 吐出了半条鱼 随后坐到了一旁 是以杰哥吃鱼 原来 他是想分给杰哥一半 杰哥只能强忍着吃了下去 就这样 他们也建立起了初步的信任 杰哥还给他取了个新名字 乌鸦仔 随后杰哥想要查看 他手上的尾翼 却遭到了乌鸦仔的拒绝 他直接甩掉杰哥 挂在树上睡了一觉 当他再次醒来 发现杰哥蹲在不远处 突过来一看 原来杰哥是在画画 而画的正是自己 看到这一幕 乌鸦仔直接扯断一棵树 撞猫画虎的画了起来 还将杰哥围在中间 做起了游戏 最后杰哥伸出手来 向乌鸦仔示好 而乌鸦仔也接纳了他 就这样 两人获得了彼此的信任 当杰哥回去后 为乌鸦仔制作了 一个机械尾翼 第二天 他带着一筐鱼 找到乌鸦仔 趁他吃东西时 偷偷留到他身后 为他安装尾翼 而这时 乌鸦仔也动起了坏心思 他对杰哥不如意 张开翅膀就飞了出去 杰哥瞬间就被吓傻了 眼看就要撞到石壁 杰哥即使打开了尾翼 维亚鸦仔立刻飞上了天空 可在飞行中 维亚鸦仔还不会控制新的尾翼 一个机软弯 将杰哥摔了下去 而自己也因为失气平衡 掉进了水里 吸取了失败的经验 杰哥回去后 再次将尾翼进行升级 这次不仅安装了龙鸦 就连控制也变得人性化 在一人一龙的努力下 维亚鸦仔终于可以重回天空 他们也成为了 秘不可分的搭档 一人一龙也展现出了 前段未有的默契 去年过后 维亚鸦也会请杰哥吃鱼 就对这时 分连几只小火龙 想要抢夺维亚鸦的食物 就这样 小火龙只能回溜溜都离开了 而经过有乌鸦仔的相处 杰哥也了解了龙的习性 因此 他在组里的虚传大战上 变得战无不胜 用鰂鱼就能下队双头龙 用一把香菜 就能征服胖头龙 这些经济场上的骚骚度 让杰哥一样成为了足中的焦点 可一心好强的女神 却对他非常不满 于是 他偷偷跟踪杰哥 想看看他 是不是有高人指点 可没想到 高人没有 叶莎倒是有一条 看到杰哥与叶莎十分容器 女生宝儿准备离开 把死事告诉大家 而杰哥和欧鸦仔一点也不慌 只见欧鸦仔直接把宝儿抓起来 放在了树枝上 直到宝儿担用保密后 杰哥才向他拽上了龙背 可是没想到 欧鸦仔又开始调皮了 直接一飞冲天 把两人魂都吓没了 紧接着 带着他们参观了美丽的白激光 而就在这时 欧鸦突然警惕起来 身体不受控制的 朝着一个方向飞去 这边还出现了 轻轻色色的龙 随后 他们飞进了一个山洞 只见所有龙将猎物 全部扔进了深空中 一只小炮龙 只因食物稀少 直接就被深空中的龙王 一口吞了 杰哥正在意识到 恶龙们之所以入侵部落 原来也是身目有己 看到这一幕 所有恶龙都被吓得连连后退 而就在这时 龙王闻到了 他们的气味 然后一口咬了过去 跑到维亚仔身手敏捷 这才躲过一劫 而让他们出来后 两人却发生了分歧 宝儿认为 要告诉族人龙巢的位置 但杰哥为了保护维亚仔 决定隐瞒此事 而另一边 朱利也开始举办了 一年一度的屠龙大赛 这是一场屠龙大赛 胜利者将会成为 最强的屠龙战士 面对凶狠的恶龙 男人却突然摘掉了头盔 因为他想要用自己的方式 改变族人对巨龙的看法 眼看就要成功了 父亲却突然翘响了战锤 受到惊吓的巨龙 直接对杰哥发动了攻击 巨大的声响 惊动了后山的叶煞 他直接冲了过来 一发烈焰炸开了铁龙 为了保护杰哥 直接和巨龙撕打了起来 主人看到是叶煞 费费冲入上去 叶煞想要费力反抗 他奈何寡顾敌众 还是被人们制服了 为了保护叶煞 杰哥找到父亲 想要求他放了叶煞 但父亲不为所动 无奈的杰哥 只要将龙撕的秘密 说了出来 他认为巨龙的本性并不坏 只是受到了龙王的逼迫 不得已才会入侵部落 但父亲根本不听 直接组织了一支舰队 还将叶煞绑在船头 为他们指引方向 可他们根本不知道 龙王的强大 超出他们的想象 就这样 杰哥只能眼睛地看着 舰队离开 此次的杰哥非常自责 他恨自己的懦弱 才会变成这种局面 觉得这时 宝儿走了过来 在他看来 杰哥非常了不起 虽然他没有杀过龙 但却是第一个骑龙的勇士 听到宝儿的鼓励 杰哥立刻有了主意 他要带领所有伙伴 试图驯服经济场里的巨龙 当他没放下敌意时 果然巨龙变得温顺起来 而另一边 父亲带领的舰队 已经成功找到了龙穴 一番排兵不阵后 父亲一声令下 同时是要万箭启发 将山体打开一个大洞 父亲走到洞前 下面发出一发火球 此时无数的巨龙 出现在了他面前 父亲一声怒吼 想与巨龙决于死战 可巨龙犹如金弓之鸟一般 全部飞走了 主人以为自己不战而胜 正当他们庆祝时 山体突然发生了碎裂 紧接着一声怒吼 从洞孔喷涌而出 众人想要撤退 但已经为时已晚 巨大的龙王顶破山体 出现在众人面前 主人还想奋起反击 但弱小的攻击 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反而龙王一发烈焰 就摧毁了所有船只 而此时 夜煞还被困在船上 为了掩护族人撤退 父亲利用自己当诱饵 为大家逃跑 争取时间 可就在这时 龙王到到了攻击 原来是巨龙成功的孩子们 他们通过默契的配合 向巨龙展开养工 杰哥则跳到船上 解救被困住的夜煞 但被巨龙一尾巴 直接拍进了海里 杰哥不顾自身安危 费力的去救夜煞 那也和他力气太小 没一会儿就失去了意识 好外父亲及时出现 把他救了上来 接着又跳回海里 解开了夜煞的锁链 就这样 小伙伴们再一次 聚在一起并肩战斗 和巨龙实在太强大 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同伙伴们被一一击落 最后只剩下杰哥和夜煞 一人一龙 则制定了作战计划 首先将龙王引入高空 然后利用自身激动的身体 开始不断攻击龙王 笨拙的龙王被夜煞撒到团团转 龙王被激怒了 直接拼出大量火焰 不了却点燃了夜煞的尾翼 杰哥和夜煞急速下降 龙王在后面紧追不死 危机时刻 他们决定输死一搏 巨龙瞬间被点燃 一头扎上了地面 巨大爆炸产生的冲击 让杰哥和夜煞也坠落下来 一切平息过后 父亲焦急地寻找杰哥 确实看到了夜煞 父亲瞬间懵了 而就在这时 夜煞睁开了眼 接着打开翅膀 发现怀中竟是杰哥 原来在爆炸中 夜煞用身体保护住了杰哥 虽然杰哥捡回了小命 但也因此失去了一条腿 从此巨龙和村民和平相处 鲁龙石也变成了迅龙石 迅龙高手第一季到此结束 可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我是云上 我们第二季见 这是我做梦都想实现的事情 男孩骑着一条龙 穿透在海面上 可他觉得还不够刺激 于是直接飞上了万米高空 然而下一秒 他居然解开了安全带 静止的坠了下去 就在这时 杰哥打开了滑翔伞 居然和维亚仔 玩起了追逐比赛 可突然 前方出现牙壁 好在维亚仔反应迅速 及时护住了他 这次让杰哥捡回一条命 面对杰哥的鲁莽行为 维亚仔很是不满 生气的将杰哥抱了起来 直到杰哥求饶认错 维亚仔才原谅了他 这些年 他们一直在探索新大陆 发现新的地方 就会用地图标记下来 而就在这时 杰哥的女佣小美赶了过来 两人本打算浪漫一下 可杰哥突然发现 远处的大山冒起了浓烟 为了查明原因 两人骑着飞龙赶了过去 到达墓里地后 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这里的森林已经一片狼藉 而在他们眼前 还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冰山 上面挂满了房屋的残骸 还有巨大的脚印 正当两人不解释 突然一张大网 跑他们袭来 小美的飞龙不顺被网罩住 一群捕龙人蜂拥而上 将飞龙绑了起来 杰哥见状赶紧飞下来制止 并藐视自己没有恶意 可什么想到 却遭到了对方的嘲笑 原来他们捕龙 是要送给老大德拉格 从而组建飞龙军团 如果抓不到龙 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就在这时 维亚在趁机发动突袭 随后趁机乱救下了飞龙 然后扬长而去 回到部落后 杰哥将此事告诉了父亲 可父亲并没有在意 直到杰哥说出 德拉格这个名字 父亲突然愣住了 随后立即下令 关闭部落的所有出口 还让所有人不得外出 并且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原来在多年前 所有组长齐聚一堂 突然一位满身刀疤 身皮龙皮的神秘人出现 他学生可以控制龙族 并表示让所有人臣服于他 听到这些话 所有人哄堂大笑 不料神秘人 直接召喚出巨龙 会场瞬间变成了炼狱 最终只有父亲活了下来 而那个神秘人 正是德拉格 听完父亲的话 杰哥却表示反对 他认为和平是需要沟通的 只要说服德拉格 就能阻止这场战争 他不顾父亲的反对 其上维亚仔去找德拉格谈判 可等他们出来后 杰哥却有些发愁 因为他不知道 如何找到德拉格 而就在这时 维亚仔突然警惕起来 一位面具人从云层中出现 他骑着巨大的飞龙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正当杰哥一过时 突然之后又出现一只飞龙 将杰哥一把抓走 而失去控制的维亚仔 则摔进了水里 在水面苦苦挣扎 始终无法飞起 最终他被水龙带走了 面具人将杰哥带到了冰巢 最后维亚仔也被带了过来 直进面具人慢慢靠近 维亚仔居然被瞬间制服 随后他又慢慢靠近杰哥 可当他看到 杰哥下巴的伤疤时 他瞬间愣住了 并喊出了杰哥的名字 神秘人摘下面具 居然是一个女人 杰哥难以置信 他居然是失踪多年的母亲 最后母亲带着他 来到了冰巢的内部 纬颜六色的飞龙 在空中不断盘旋 母亲向他讲述了一切 原来在20年前的晚上 龙族进攻部落 一只飞龙闯入家中 但巨龙面对幼小的杰哥 却十分温柔 母亲这时才知道 其实龙族本性并不坏 就在这时 父亲冲了进来 飞龙受到惊吓 将母亲抓走了 就这样 母亲被带到了这里 与龙族生活在一起 如今他最大的愿望就是 人类能与龙族和平相处 但他不知道的是 杰哥早已为他实现了梦想 你绝对想不到 龙群是如何吃饭的 直接海面形成了一个巨大漩涡 紧接着 白色巨兽一跃而起 张开嘴 可以拿出无数小鱼 就这样 龙群又可以愉快地干饭了 看到这一幕 维亚奶也高兴坏了 他直接冲了下去 也飞到了食物 这只巨兽就是冰龙王 管理着所有的龙 他不仅能帮助龙群吃到食物 还能吐出兵器 建造坚固的冰巢 来抵制猎龙人的追杀 维亚奶学会了新技能 开龙脊 这样可以让他更加灵活 而另一边 父亲担心杰哥遇到危险 于是黑洞着他的气味 找到了龙巢 在这里 他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妻子 而父亲早已经改变了 对龙族的看法 他知道自己错了 于是祈求妻子 回到自己的身边 就这样 夫妻两人重归于好 一家人又团聚在了一起 就在这时 维亚奶突然警惕起来 龙群犹如惊弓之鸟 全部飞了出去 母亲意识到情况不妙 也连帮跑出去 发现是德拉格 带领猎龙大军杀了过来 飞龙妹为了保护家园 与他们展开了大战 可没想到 猎龙人早有准备 利用各种陷阱 将巨龙们困住 而就在这时 杰哥的女友小美 和伙伴们 骑着飞龙赶了过来 他们很快就催鬼了陷阱 将馈重的飞龙 全部救了出来 而此时 母亲和龙王也加入了战斗 只见龙王一口吐息 就动入了一片敌人 在大家的努力下 敌方被打得溃不成军 可没想到 德拉格突然挥动武器 还没瞬间掀起巨浪 他居然召唤出了 另一只龙王 瞬间两只龙王 就交战在一起 但很快 冰龙王就落入下风 然后被撞翻在地 紧接着 被另一只龙王刺穿了身体 伴随着冰龙王的死去 所有的飞龙 全部沉默于新的龙王 德拉格大笑着 他才是真正的蓄龙大师 觉得这时 杰哥来到他面前 想要却他收手 但德拉格根本不听 直接让龙王控制了维亚仔 失去理智的维亚仔 直接将猫头对准了杰哥 在龙王的控制下 发动了吐息 父亲被他挡住了攻击 可自己却牺牲了 当维亚仔清醒过来 BD已经酿成 但维亚仔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试图过去查看 而此时 新龙王一声怒吼 龙群立刻掉转方向 准备攻占杰哥的部落 维亚仔还想反抗 却被德拉格一把抓住 将他变成了自己的坐驾 之后杰哥用火葬的方式 告别了父亲 此时杰哥备受打击 好在母亲及时安慰他 杰哥这才振作起来 他要背负起 守护部落的责任 于是他们在龙巢 找到了刚出生的幼龙 赶往了部落 换人抓走了龙牙仔 并带领猎龙大军 攻占了杰哥的部落 这里所有的龙 都被龙王控制了 危机关头 杰哥带着虎伴们 骑着幼龙赶了回来 他们制定好计划 和外面负责吸引龙王的注意 而杰哥再来到了 维亚仔的面前 试图将他唤醒 在杰哥的努力下 维亚仔终于被唤醒 他甩掉了德拉格 回到了杰哥身边 一针一龙再次携手作战 为了不被龙王控制 杰哥抹上了他的眼睛 随后直接冲向了龙王 德拉格突然发现 杰哥不见了 还没等他反应 杰哥就在后方出现 快拿出瓦斯气体 冰箱锡直接点燃 巨大的爆炸 将德拉格从龙尾上震了下来 一人一龙再次发动了攻击 而杰哥由于速度太快 眼看就要撞上龙尾 危机时刻 维亚仔打开龙脊 一个冲刺 就接住了杰哥 夺过了龙尾的攻击 回到地面 杰哥准备解决掉德拉格 一切都结束了 可就在这时 龙王突然出现 发动了冰雪吐息 将杰哥和维亚仔动在了冰里 正当大家悲伤时 冰块中发射出了耀眼的蓝光 下一秒 冰块撕散炸开 一声怒吼过后 维亚仔跳到了冰柱上 向龙王发出了挑战 随后对着龙王 不停地发动攻击 背中的龙王 只能被动挨打 在维亚仔的攻击下 龙王对龙群的控制 慢慢减弱 轻易过来的龙群 一时间 全部飞到了维亚仔身后 可德拉格心有不甘 带着龙王还要反抗 直见维亚仔一声怒吼 所有龙对着龙王 发起了攻击 就这样 龙王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维亚仔更是一发超强龙溪 直接混乱了龙王的獠牙 就这样 杰克和维亚仔守护住了部落 最后所有飞龙 都趴在了维亚仔的面前 从此 维亚仔成了新的龙王 他将会担负起 保护龙族的任务 而杰克也将接替父亲 成为了新的组长 继续带领着人类和龙族 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这三只憨憨的龙宝宝 就是无亚仔的孩子 无亚仔结婚了 有了幸福的家庭 可他依然可以想念老朋友 杰克 自从他们分开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 五年前 他和杰克还是密不可分的搭档 在他们的努力下 拯救了越来越多的飞龙 并将他们安顿在部落 这里已经成为了 龙东与人类的天堂 但这也引起了 捕龙专家 格林摩的注意 他曾经屠杀了 所有的夜煞 在得知最后一只夜煞 就是无亚仔的时候 他十分兴奋 因为他拥有世界上 唯一一只的光煞 没过多久 无亚仔就在树林中 发现了这只光煞 他的身上星光闪闪 是如此的美丽动人 无亚仔慢慢靠近 只一眼 就对光煞一见钟情 突然 光煞向无亚仔身后 直接发射吐息 原来他发现了杰克 无亚仔联盟失忆 杰克不是敌人 可受到惊讶的光煞 直接一发吐息过后 无亚仔变得异常兴奋 看到谈恋爱的两只龙 他也会对着影子 模仿起来 杰克这才意识到 无亚仔这是恋爱了 为了帮助无亚仔 杰克返回树林 看看是否能找到光煞 可是没想到 在这里却发现了麻醉针 还有巨大的补兽器 杰克这才意识到 他没被敌人盯上了 到了晚上 杰克正在研究对策 突然屋顶发出声响 杰克逃出火箭 发现来着正是格林魔 对方二话没说 直接一发麻醉针 击中了无亚仔 随后他威胁杰克 交出无亚仔 可杰克则有准备 每分好的伙伴 也陆续出现 将格林魔团团包围 但他们还是小看了 对方的实力 就在这时 几条恶龙从前而降 他被口中配打出 腐蚀性毒液 众人被打得 毫无还手之力 一盘破坏后 格林魔带着恶龙 逃之夭夭 针对这次事件 杰克立刻召开了大会 为了保护飞龙和族人 杰克决定带顶族群 前往传说中的隐秘之境 就这样 浩浩荡荡的飞龙大军 开始了迁徙 在途中 再次遇到了那只光煞 无亚仔见状 连马飞了过去 可痛恨人类的光煞 直接抓走杰克 并扔了下去 无亚仔一番救劫后 他正选择去救杰克 这也意味着 他再次与光煞擦肩而过 经过长途跋涉 他们决定落在小岛 暂时休息 而就在晚上 水域中的无亚仔 突然被惊醒 他悄悄跑出来后 发现了会隐身的光煞 这让无亚仔瞬间来的精神 可是没想到 光煞直接飞走 无亚仔见状 也跟了上去 他看到光煞落在河边 于是上前想要表现一下 结果下一秒 巨龙将龙弹突进水里 龙弹沉入水底 发生了爆炸 龙宝宝就这样出生了 他们连忙爬上岸 去找自己的母亲 这本是人类与龙族的天堂 但却遭到了破坏 如今他们只能靠迁徙 来躲避捕龙人的追杀 在途中 无亚仔再次遇到了 女神光煞 他被想表现一番 结果脚下一滑 连滚带爬的 追到了光煞面前 好在光煞并没在意 他扇动翅膀 是以再给他一次 表现的机会 无亚仔见状 直接原地转起了圈 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意 可没想到 直接搞了光煞一身土 无亚仔见光煞并不满意 接着又张开翅膀 搞起了怪 看到这一幕 女神无奈地拍了拍他 随后就甩掉无亚仔 光煞树上睡了起来 不死心的无亚仔 追上去就是晃动树枝 结果下一秒 见光煞始终无动于衷 无亚仔自卑地 在地上画起了画 看到这一幕 光煞好奇地走了过来 却不小心踩在了画上 就这样 无亚仔成功俘获了光煞的芳心 所有光煞示意 一起离开这里 可没了杰哥的帮助 很快 无亚仔就掉进了水里 这让他十分苦恼 而这一切 都被杰哥看在了眼里 于是连夜为无亚仔 制造了全自动诡异 从此之后 他就能独自飞行了 虽然杰哥很不识 但他明白 无亚仔也要去追寻 自己的幸福 就这样 无亚仔高兴地飞走了 他找到了光煞 并且在对方的帮助下 学会了新的技能 他没穿过大气层 在这里 维亚仔也表达了爱意 随后光煞带着维亚仔 穿过一片浓雾 来到了传入的隐秘之境 而另一边 杰哥的母亲在巡逻时 发现了格林魔的舰队 格林魔已经朝他们追来 回到布拉后 母亲将这件事告诉了杰哥 杰哥认为 他也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要主动出击 于是带着伙伴们 趁着夜色 趁着找到了格林魔的老巢 可没想到格林魔早有准备 用铁网将出口封入 随后发动树枝恶龙 对着杰哥等人攻击 面对恶龙突出的腐蚀性毒液 他们根本无力反抗 只能四处躲避 危机关头 杰哥的母亲召唤飞龙 然后在外面将铁网拽开 众人这才逃了出来 回到布拉后 杰哥十分自责 他冲动的决定 他得酿成大祸 而这次的失利 也让杰哥意识到 没有了威亚仔 自己毫无作用 幸好在女友的帮助下 让杰哥重拾信心 他们决定去寻找威亚仔 经过漫长的飞行 他才发现了一个瀑布 走近才发现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隐秘之境 这时飞龙突然发出了 五彩半蓝的光芒 原来这里就是龙族的圣地 两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无数飞龙生活在这里 而此时 威亚仔带着光煞 登上了王座 威亚仔成为了龙王 接受着万龙的朝拜 就连被他击败的龙王 也一俯首称臣 看到这一幕 杰哥意识到该放手了 而就在这时 一只飞龙发现了他们 两人被追得四度逃窜 威亚仔见状 两方飞了上去 撞开了所有飞龙 将两人救了下来 随后威亚仔将他们送回了部落 威亚仔回头一看 发现光煞也跟了上来 突然光煞感觉不对劲 想要离开这里 可却被马嘴针射中 威亚仔想要上去营救 但也被格林魔放倒了 等杰哥追上来时 格林魔已经将两只龙抓走了 而就在这时 无数的飞龙飞了过来 想要救下龙王 可卑鄙的格林魔 却用弓箭对准光煞 威胁威亚仔 威亚仔只好下令 所有飞龙不得发动攻击 就这样 格林魔不战而胜 将飞龙全部带了回去 可怜的飞龙被抓到船上 关进了笼子里 另一边 失去飞龙的杰哥并没有放弃 他带领伙伴们换上战衣 决定去拯救飞龙 此时的格林魔 准备杀了威亚仔 不及时刻 杰哥带领伙伴们从天而降 毫无防备的格林魔 直接被撞飞 威亚仔剑装立刻下令 让群龙发起反击 在飞龙们的配合下 猎龙仍毫无还手之力 在飞龙的帮助下 杰哥爬上绳索 想要救下威亚仔 格林魔见识不妙 直接用马嘴针控制光煞 逃至夭夭 杰哥救下威亚仔 全速追了上去 格林魔派出恶龙 将威亚仔围了起来 威亚仔彻底被激怒了 于是下一秒 解决完恶龙之后 威亚仔飞到了格林魔面前 杰哥纵身一跃 格林魔见状 射出毒锥 却不料击中了威亚仔 愤怒的杰哥 直接一脚踢过去 就在这时 杰哥看到威亚仔正在急速坠落 于是不顾自己的安危 救下了光煞 杰哥松开手 决定和格林魔同归一尽 而光煞则直接冲过去 救下了威亚仔 看到好用地获救 杰哥也死而无憾了 而就在这时 光煞急速飞来 他在最后关头救下了杰哥 回到山顶之后 所有龙群和族人 全部飞了过来 他们再一次 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保护住了飞龙美 而此时威亚仔也很快醒了过来 看到威亚仔与光煞 如此相爱 杰哥也知道 赤兽该放手了 飞龙美应该拥有自己的世界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于是杰哥忍痛 和威亚仔做了告别 其他人现状 也纷纷取下了 飞龙身上的装备 最后威亚仔 深深地拥抱了杰哥 杰哥也流下了不舍的眼泪 随着威亚仔的一声咆哮 所有的飞龙跟着光煞 飞向了龙族的圣地 威亚仔会头看了一眼杰哥 也飞向了天空 从此 人类与龙族再无往来 没过多久 在孙生的见证下 杰哥也迎娶了心爱的人 多年过去 杰哥不再是那个少年 他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正当他们出海时 可没想到 居然遇到了威亚仔 和他的家人们 你绝对想不到 这只熊猫到底有多厉害 他叫阿宝 是出了名的大卫王 一口气 能吃下一百个包子 虽然一身的肥肉 却有个武侠梦 可阿宝的父亲 却想让他继承面馆 在阿宝家对面的山上 有一个叫翡翠公的梅派 该是武侠和他的师父们 就住在这里 这天晚上 无贵大师告诉浣熊师父 他有一个强烈的预感 被干压的大龙 即将要逃出地牢 听到这个消息 幻雄师父立马派人前去通知 让地牢增加守卫 必须加强看守大龙 可他怎么都想不到 就是这个挤动 从而酿成了大祸 看着神似紧张的幻雄师父 无贵大师安慰他说 只要选出了神龙大侠 把神龙秘籍交给他 那么大龙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无贵大师决定举办比赛 跳远出新任的神龙大侠 得知这个消息 阿宝高兴坏了 他准备去观看比赛 可阿宝的父亲 去让他在现场卖面条 趁机大转一笔 无奈之下 阿宝只能拉着餐车上山 走了半天 就被累得半死 等他来到山顶时 却还是晚了一步 阿宝被关在了梅外 可他并没有放弃 为了能进入观看选举 他想尽了各种办法 看着满地的烟花 瞬间就有了主意 他把烟花绑在椅子上 随着烟花的点燃 阿宝居然飞了起来 等阿宝在侧睁开眼时 他居然成了神龙大侠 什么 随着锣鼓声响起 现场的观众开始欢呼 看着眼前的胖子 幻雄师傅难以相信 认为大师一定是搞错了 可乌龟大师却坚信 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 虽然幻雄师傅很不情愿 但还是让阿宝进了翡翠宫 随后 幻雄师傅把他带到训练场 想让阿宝看一下 徒弟们是怎么训练的 以此来让阿宝知难而退 这时 幻雄师傅让他选一个项目 亲自体验一下 可没想到 阿宝却选了个不倒翁 看到这一幕 师傅和武侠都很头疼 这样的废材 怎么能当神龙大侠 到了晚上 阿宝想和武侠交朋友 却发现 所有人都不待见他 甚至交火怀说出 让阿宝明天离开的话 阿宝很伤心 独自一人来到了树下 正巧遇到了乌龟大师 看着谁都丧气在阿宝 乌龟大师上前安慰 在乌龟大师的开导下 阿宝决定珍惜眼前的机会 他曾经是个王者 后来被人抓了 封印穴位关进地牢 整天还得跪着 在很久以前 幻庸师傅在眉口 捡到了大龙 大龙的天赋很高 是一个武学天才 幻庸师傅对他势如己出 亲尽全力培养他 很快 大龙就成了绝世高手 可他并不满足于此 还想得到神龙秘籍 乌龟大师看出大龙心术不正 于是便拒绝了他 大龙恼羞成怒 暴露了嗜血的本性 甚至还想抢走秘籍 一拳将师傅击飞 可他并不是乌龟大师的对手 瞬间就被制服了 就这样 大龙被关进了地牢 时隔20年 大龙终于等到了机会 这天监狱里来了个鸭子 他来传达幻庸师傅的口信 可在无意间 却掉落了一根羽毛 而这根羽毛 正好落在了大龙的面前 趁着守卫不注意 他用羽毛打开了枷锁 守卫发现后 立马发起了攻击 面对漫天的剑雨 大龙也丝毫不惧 看着大龙这么厉害 守卫准备炸毁地牢 随着暴大声响起 上方的巨石砸断了桥梁 但是他们却忘了 大龙可是个绝世高手 在这危机时刻 大龙解决了所有守卫 成功逃了出去 并让鸭子传话给幻雄师傅 第二天清神 幻雄师傅发现 阿宝并不在房间 还以为他已经离开了 可是外板没想到 阿宝竟然在独自训练 看到他还在这 幻雄师傅很生气 于是派出武侠攻击阿宝 想让他自难而退 可没想到 阿宝的意志竟然会这么坚定 不管被打得有多惨 都没有想要放弃的意思 气急败坏的师傅 准备亲自上场 到了晚上 阿宝还是爬了回来 经过这么一折腾 武侠对阿宝也产生了改观 他们告诉阿宝 师傅以前并不那么严厉苛刻 他之所以会变成这样 都是因为大龙 与此同时 幻雄师傅收到了 大龙越狱的消息 他立马找到乌龟大师 想要商量对策 可是没想到 乌龟大师已经由尽灯枯 就这样 乌龟大师离开了人间 随后 幻雄师傅将大龙逃走 以及乌龟大师原济的事情 全部告诉了众人 现在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阿宝身上 于是师傅准备训练阿宝 想让他尽快成为 真正的神龙大侠 到了第二天 幻雄师傅意外发现 阿宝为了找吃的 一拳就能打穿桂梅 还能灵活地做出高难度动作 为了让他尽快变强 师傅制定了美食计划 他要用美食做引子 激发出阿宝的潜能 在师傅的细心教导下 阿宝的功力突飞猛进 很快就得到了师傅的认可 当两人下山后 就看到了受伤的武侠 原来武侠在得知大龙越狱后 他们就瞒着师傅 准备一起去对付大龙 没过一会儿 几人就败下阵来 师傅在得知情况后 觉得是师傅 把神龙秘籍交给阿宝了 随后师傅把秘籍 拿给了阿宝 当阿宝打开秘籍时 瞬间被吓了一跳 这里面居然一个字都没有 果然是空白的 失去威的希望后 师傅决定 他们先疏散山下的催眠 而他自己则留下来 独自对付大龙 下山后的阿宝 找到了父亲 此时的他非常失落 身为神龙大侠 却什么都做不了 老八爷看出了阿宝的心事 于是就想转移他的注意力 并说出了祖传鲜汤的配方 听到这话 阿宝恍然大悟 神龙秘籍也是一样的道理 本身就没有秘诀 而是需要自己去创造 此时的幻庸师傅 已经和大龙打了起来 面对大龙的猛烈攻击 幻庸师傅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危机关头 阿宝及时赶到 看到阿宝手中的秘籍 大龙立马冲了过去 可阿宝才刚学会功夫 根本打不过大龙 没过多久 阿宝也败了 可那大龙打开无字密集时 却直接傻眼了 大龙很生气 对着阿宝使出了葵花点穴手 阿宝像是被打通了任多二脉 他的功法越来越灵活 打得大龙毫无还手之力 紧接着 阿宝用自己的肥肉 直接把大龙顶上了天 然后又重重地摔在地上 从此以后 阿宝成为了真正的神龙大侠 受到了世人的尊重 也获得了师父的认可 他曾经是个王爷 后来性情变了 杀人放火 坏事做尽 还把别人灭了 他仍然执迷不悟 他坚持走向恶路 如今野心比以往 多了几分狂妄 他想要创造辉煌 现实不太理想 只有火炮才能帮他实现伟大梦想 为了制造火炮 下山抢夺材料 不料事情传到了阿宝的耳里 在阿宝和武侠的配合下 成功救下了村民 可就在这时 一只恶狼搞偷袭 看着恶狼手臂上的图腾 阿宝愣住了 一段尘封的记忆 瞬间涌向心头 阿宝被打倒在地 而恶狼的带着金属 潇洒地离开了 为了搞清身世之谜 阿宝问老爸 大哥是怎么生出熊猫的 面对阿宝的质疑 鹅爸知道瞒不住了 原来阿宝是在外面捡来的 看着阿宝乖巧可爱的样子 于是就收养了他 得知了真相 阿宝却并不意外 因为他早就有所察觉 两人的外貌 天差地别 根本就不可能是亲生的 与此同时 一只孔雀带着火炮 杀回了凤凰城 铁牛虾和刘青鹅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直接被打倒在地 可面对犀牛战神 孔雀又是那么的不堪一击 孔雀直接亮出武器 曾经强大的犀牛战神 最终也败给了火炮 而这只孔雀的身份 也不一般 他叫沈王爷 曾是凤凰城的继承人 在发现火药的威力后 并想利用火药做坏事 杨贤公寓言 如果沈王爷执迷不悟 终将有一日 会被黑白大侠打败 为了以绝后患 沈王爷派出手下 灭杀了熊猫一族 父母得着这个消息后 直接把他赶出了凤凰城 历经数年 沈王爷终于回来了 并且占领了凤凰城 而他下一步的计划 就是要成为这中原的王 而另一边 凤凰城被清炼的消息 传到了浣熊师父的耳中 在临行前 浣熊师父把乌龟大师的绝招 传授给了阿宝 只要学会了心如止水 才能成为真正的功夫大师 就这样 阿宝带着盖世武侠 向着凤凰城出发了 这天晚上 阿宝做了一个梦 梦中的父母把他抛弃了 这可把阿宝吓坏了 直接从噩梦中醒来 他内心无比的烦躁 想让自己冷静下来 结果却发现 根本做不到 看到阿宝很烦媚 武侠就想关心一下他 我还没出生 我爸就被我妈吃掉 就在这时 他们前方亮起了光芒 原来是凤凰城到了 随后 几人翻上城墙 准备查看一番 他们发现成林守卫森严 武侠选择飞檐走壁 可阿宝却是不太灵活 直接撞到了水狗摊上 随后 阿宝躲在了武师里 武侠也感到与他会合 没过多久 他们来到了大牢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两位大侠死活不愿意出来 因为沈王爷曾警告过他们 只要他们敢逃出来 就会用大炮炸毁凤凰城 听到他的话 阿宝很生气 转身就要离开 看着恶狼逃跑 几人一路狂奔 当阿宝站起来时 却被吓了一跳 他们被守卫团团包围 不过阿宝没有反抗 直接选择了投降 因为他觉得 这是接近沈王爷的最好机会 与此同时 沈王爷正在谋划着 如何称霸中原 可这时 他内心突然有些不安 就在这时 手下来报 松松抓到了一只熊猫 听到这话 沈王爷愣住了 熊猫一族已经被灭绝 怎么可能还有后代 随后 阿宝几人被带了过来 为了以绝后患 沈王爷让手下点燃火炮 准备解决掉最后一只熊猫 几人突困后 火力全开 直接摧毁了火炮 就在阿宝即将招住沈王爷时 对方羽毛上的图腾 突然亮起 大脑深处的记忆 瞬间又被唤醒 就在阿宝愣神之际 沈王爷趁机逃了出去 随后 沈王爷飞到对面的楼上 用火炮攻击他们 面对威力巨大的火炮 阿宝被打得措手不及 危机关头 阿宝几人逃到了塔顶 这才成功躲过一劫 走着几人逃走 沈王爷生气了 他决定提前实施计划 然而就在这时 阿宝却找到了沈王爷 可沈王爷却骗他说 他是被父母抛弃的 就在阿宝愣神的功夫 沈王爷点燃了火炮 阿宝根本来不及躲闪 直接被打到了海里 而盖世武侠也被抓住了 诡异的河流上 飘着一只熊猫 此时的他 已经失去了意识 当他再次醒来时 身上已经扎满了针 原来是杨仙姑救了他 而此地 正是阿宝的故乡 看着眼前的场景 阿宝儿时的记忆 开始了苏醒 就在二十年前 是沈王爷灭了熊猫一族 而阿宝的父母 为了他的安全 只好把阿宝藏了起来 熊猫以自身为诱饵 吸引了追兵的注意 就在这一刻 阿宝想起了所有的记忆 此时的他 非常伤心 与此同时 沈王爷决定立即出征 实现统治中原的计划 可就在这时 阿宝回来了 阿宝想用帽子砍断铁链 结果却有些尴尬 随后 阿宝凭借高超的武艺 成功解救了盖世武侠 就在此时 师父带着流行恶和铁牛侠 一同赶到了这里 在众人的合力下 手一被打得丢回器甲 沈王爷见状 直接点燃了火炮 看着众人身受重伤 他一句话没有说 独自站在了木板上 在这一刻 他想起了师父传授的绝招 阿宝终于练成了心如止水 无论打来多少炮弹 他都能轻松接住 然后全部再扔给沈王爷 就这样 沈王爷败给了功夫 他难以置信 火炮竟然打不过功夫 沈王爷不讲武德 还想搞偷袭 在打斗过程中 他不幸被火炮砸中 就这样 沈王爷死了 而这场危机 也终于解除了 他是神州第一强者 元界后 飞升到了灵界 可就是这么厉害的人 却在今天发生了意外 天下老朋友 无鬼大师 天下曾是无鬼大师的战友 在一次战斗中 无鬼大师身受重伤 他们来到了熊猫村 一群熊猫用气功 治好了无鬼大师的伤 并教无鬼大师 如何运用这股力量 天下得之后 石飞眼红 这个气功既能被给予 也能被抢走 于是他就对熊猫出了手 为了阻止天下 无鬼大师只能出手 从此之后 两人反目成仇 五百年后 天下回来复仇 而在这五百年间 他抢走了所有 灵界大师的气 变得异常强大 现在只要再得到 无鬼大师的气 他就可以重新回到凡界 一阵打斗过后 无鬼大师败了 在受到无鬼大师的气候 天下终于打破灵界的束缚 随着耀眼的光芒闪过 天下终于返回了凡界 他那凶狠的样子 下在一旁的鸭子 当场生了一窝蛋 他发誓一定要铲除 所有和无鬼大师有关的人 于是他放出翡翠僵尸 派他们去找无鬼大师的传人 阿宝在成为石头大侠后 一直在行侠仗义 逐渐成为大家心中的英雄 觉得这天 幻容师父告诉阿宝 从今往后 则由阿宝 负责指导大家练功 事实证明 阿宝只适合吃 并不适合指导练功 看着电解铃上的武侠 阿宝十分愧疚 于是独独一人出来散心 就在这时 幻容师父出现 他告诉阿宝 让他成为老师的主要目的 就是想让他 挖掘自己的潜能 找到最真实的自己 只有这样 他才能学会古老的神功 他是一只熊猫 可他的父亲 却是一只大鹅 原本平静的生活 却在今天 被一个不速之客给打破了 猪这辈子 都没这么无语过 就在两人转身的一瞬间 突然意识到 彼此就是自己要找的家人 看着两人亲密的样子 鹅爸很不高兴 听到熊爸问起神龙大侠 阿宝激动坏了 直接把熊爸带到了翡翠宫 想要炫耀一番 在介绍完自己的经历后 又开始炫耀各种装备 父子俩玩得十分高兴 可就在这时 武侠和师父突然来了 此时的阿宝尴尬极了 阿宝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父亲 就在几人交参间 突然传来一阵警报声 原来是村子被袭击了 阿宝和武侠立马赶去救援 阿宝意外发现 这群翡翠僵尸 都是已经死去的功夫大师 经过一番苦战 阿宝成功将他们击败 可没想到的是 天下通过翡翠僵尸 看到了他们的位置 肥翠僵尸变成玉佩妃走了 为了查清敌人试水 幻由师父来到藏书阁 找到了武侠大师留下的卷轴 从里面得知天下的信息 如果天下重返人间 只有真正的气功大师 才能够阻止他 可现在根本没有人 能够称得上是气功大师 就在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熊霸站了出来 我可以叫你儿子 这时熊霸告诉阿宝 如果想要学习气功 就必须跟他回到熊猫村 为了打败天下 阿宝只能答应 就这样阿宝跟着熊霸 翻过大山跨过草原 踏过雪地 历经了千辛万苦 终于才走了一半 就在他们休息的时候 阿宝打开行李箱 却发现了鹅霸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带着鹅霸一同前行 又经历一番长途八事 他们终于抵达了熊猫村 看着围在身边的族人 阿宝非常激动 经过一段时间 阿宝领悟了 如何做一只合格的熊猫 每天睡到自然醒 没事就吃吃饭 而下山根本不能靠走 必须要滚下去 阿宝为了救阿宝 独自一人引开追兵 最终不幸遇害 与此同时 幻雍师傅派出灵鹤和螳螂 让他们去探查天煞的踪迹 很快 他们找到了天煞的藏身之处 却遭到了埋伏 结果很明显 两人被收走了气 变成了天煞的傀儡 此时的幻雍师傅 也发现了异常 他受到了四面八方的传信 所有的功夫大师都消失了 师傅知道 这是天煞搞的鬼 就在这时 变异的徒弟们回来了 和他们一同来的 还有天煞 虽然幻雍师傅很厉害 但在天煞面前 他也只有挨打的份 看着情况不妙 幻雍师傅让焦虎去找阿宝 没过多久 翡翠宫被摧毁 众人也都被吸走了气 变成了天煞的傀儡 只有焦虎逃了出来 随后 重伤的焦虎来到熊猫村 他把发生的一切 全都告诉了阿宝 而且天煞知道阿宝的存在 正在来熊猫村的路上 熊霸二话不说 直接让族人 收拾东西准备转移 而阿宝则追着熊霸 想让他教自己气功 因为我根本就不会 你骗 得知这些以后 阿宝非常生气 他是神龙大侠 必须担负起身上的责任 所有人都可以逃走 唯独他不行 阿宝选择独自修炼 准备和天煞决一死战 看着疯狂的阿宝 焦虎告诉他 这样做根本没有意义 天煞远比想象中的强大 而且他还有翡翠军团 除非你有一支自己的军队 看着趋而复返的族人 阿宝很感动 为了打败天煞 阿宝想到了一个办法 随后 阿宝让大家 根据自己的擅长领域 练习各自的功夫 在阿宝的教导下 熊魔妹的功夫进一步很快 等一切准备就绪后 天煞也赶到了这里 他二话没说 直接放出了翡翠大军 趁着翡翠大军被缠住 阿宝成功接近了天煞 而他的五锡截止扣 对来自灵界的天煞来说 这招根本不管用 只能被天煞吊打 很快 就被打得伤痕累累 看着自己的亲朋好友 阿宝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直接抱住了天煞 对着自己 使出了五锡截止扣 就这样 阿宝带的天煞 回到了灵界 可在灵界内 阿宝依旧是被揍得了 就在阿宝即将变成傀儡时 熊霸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只要他甩出了手掌 众人的手掌亮起了光芒 而在灵界的阿宝 身上也涌现出了无数的掌印 阿宝用气功召唤出了神龙 一举击败了天煞 就这样天煞死了 所有的翡翠僵尸 也恢复了正常 而乌龟大师 也显现了真身 乌龟大师十分器重他 决定让阿宝 成为翡翠宫的继承人 电影最后 阿宝回到了翡翠宫 并把气功 传授给了每一个人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 你绝对想不到 这么可爱的宝宝 居然是从流水线生产出来的 宝宝卖整齐的做好 首先趋云性别 然后拍上耍身粉 穿上尿骨湿 但每批宝宝中 总会有特别的一个 其他宝宝 把袜子穿在脚上 他却偏偏套在手上 当拿到安抚奶嘴后 宝宝卖就开始了最后的环节 一挠就笑的宝宝 可以合格出场 而这种 怎么挠都没有反应 则被飞没到了公司管理层 穿上西装 戴上手表 拿好领带 拿好公文包和奶瓶 摇身一变 小宝成了公司高管 可他刚上班 就知道了一个神秘任务 他来到指定地点 卖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明明是个婴儿 却打扮得像个大老板 看着神秘的宝宝 居然走向自己家 男孩赶忙下楼 结果却发现 父母已经抱起了宝宝 男孩瞬间懵了 他想要接传小宝 结果对方就先发制人 小宝抱着奶瓶 十分乖巧 可只要他一哭 父母就得围着他转 就连吃饭也不消停 小宝的哭 不分昼夜 父母也没有办法 只能拿玩具哄他 父母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都放在了弟弟身上 根本没有时间照顾他 不仅家里堆满了弟弟的玩具 就连鲜艳的浴缸 也被他霸占 更可气的是 小宝故意欺负哥哥 还装得一脸无辜 他想要示威 却被一把掌扇倒 深夜 大宝听到弟弟的屋子里 传来电话的声音 好奇的大宝来到没钱 结果却发现 弟弟居然会说话 眼看事情败露 弟弟却一点也不慌 因为他知道 父母会无条件地相信他 还不慌不忙地 挑了一杯鸡尾奶 然后还威胁大宝 要抢走父母对他的所有爱 大宝虽然表面不在意 但其实他明白 自己的地位已经不保了 第二天 一群宝宝在家里开会 小宝站在中间 似乎是他们的领导 趁着他们开会 大宝偷偷录下证据 准备戳穿他们 他刚要离开 就被宝宝们发现了 大宝撒腿就跑 准备将证据交给父母 结果在最后一刻 就被宝宝们拦住了去路 眼看情况不妙 转头就跑 宝宝们见状 直接追了上去 傻乎乎的小胖撞爆围来 直接冲了出去 混乱中 小宝抢到了露营磁带 为了兜回证据 大宝拿起机关枪 一顿扫尸 小宝毫发无伤 抢回磁带的大宝 趁机跑回了家 临走前 还不忘嘲讽一下他们 家长没看到这一幕 还以为大宝又在欺负小孩子 父母非常生气 准备教训一下大宝 结果却看到 死在弹出窗外 被路过的汽车销毁 这下大宝彻底解释不清了 父母一气之下 将他关进了小黑屋 从小到大 这是他第一次感觉 家庭不再温暖 可没过多久 小宝却主动过来和解 还将自己到来的原因 告诉了大宝 随后 小宝掏出两个神奇奶嘴 两人开始用力猛捉 接下来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大宝居然跟着小宝 来到了另一个地方 看到这一幕 大宝非常震惊 原来可爱的宝宝 真的是从工厂生产出来的 小宝带大宝参观了这里 他告诉大宝 胡同宝宝离开后 就会忘掉这里的一切 而这里的员工 每天都要喝一种神奇奶水 让他们保持宝宝的模样 这个大屏幕上的爱情图 就是人类爱的总和 以往人类最疼爱宝宝 但在最近 却出现了一种猛狗产品 他们得到的爱 也越来越多 如果再这样下去 宝宝们将会彻底失去疼爱 为了查明真相 宝宝集团派小宝 混进猛狗集团 搜集情报 一位大宝的父母 是猛狗集团的员工 所以小宝才会来到大宝家 只要小宝能顺利完成任务 他将会成为宝宝集团的传奇 做最大的办公室 还能拥有 处境达到的私人马桶 但如果任务失败 他将会被宝宝集团开除 导致真相 大宝决定帮助他 两人握手言和 决定一起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从此之后 他们犹如亲兄弟 一起玩耍 一起研究猛狗集团 觉得这天 机会终于来了 他们跟着父母 来到了猛狗集团上班 而在途中 他们趁机摆脱了父母 按照计划 小宝穿上狗狗套装 去搜集情报 大宝则躲在桌子下面 负责指挥 怪我没想到 小宝被其他狗狗 真的当成了同类 大宝见状 融入一个小球 这才把狗狗们吸引离开 小宝冲向资料室 就被保安报了起来 眼看事情就要暴露 小宝立马化成舔狗 就这样 两人顺利来到了资料室 他们找到了 猛狗集团的机密文件 看到文件 小宝机动的哈拉子 都留了下来 结果下一秒 一个牢笼将他们困住 原来这是一个陷阱 而抓他们的 居然是宝宝集团的 前任CEO狗盛 几年前 身体开始生长发育 独师会见他不再是婴儿 决定叫他抛弃 为了报复宝集团 他创办了猛狗公司 说完之后 谷盛抢走了小宝的神奇奶水 还要将奶水批量生产 喂给狗狗美 让狗狗永远长不大 一直被人类喜欢 紧接着 谷盛让手下假扮成保姆 看住兄弟俩 他则以出山为由 带走了他们的父母 可谷盛却低估了 兄弟俩的战斗力 他们熬制的密制酱料 给保姆呸四处乱窜 然后趁机跑了出来 看到保姆穷追不舍 小宝只能呼叫支援 小胖展示了一套双结棍法 接着纵身一跃 发起了猛攻 这彻底激怒了保姆 直接将小胖 仍飞了出去 危机时刻 三猫台宝宝赶来 对着保姆轮番攻击 对中汽车失控 众人被撞得人羊马翻 接着为兄弟两人 争取了时间 他们赶到了机场 在不远处 他们看到了父母 可就在这时 没有了神奇奶水 小宝变成了普通宝宝 但也因此 没有登上飞机 大宝担心父母会遇到危险 于是开始责怪小宝 看到小宝离开 大宝也伤心的 躲在角落里抹眼泪 可没过多久 大宝接到了电话 原来是小宝打来的 他们再次制定计划 流进了下一班飞机 并且及时赶到了 蒙古发布会的现场 新一代蒙古刚上线 就引起了观众们的热爱 甚至有人将孩子扔到一边 跑去留洋小奶狗 据到这时 狗盛发现了兄弟俩 随即将他们的父母 关进箱子里 然后直接逃跑 兄弟俩人见状 顺着管道追了上去 来到内部 他们发现了狗盛的阴谋 他想要利用火箭 将魔狗发往世界各地 从而霸占全人类的爱 而此时 狗盛按下了发射按钮 还有两分钟 火箭就要起飞 为了阻止这场灾难 两人对狗盛展开猛攻 狗盛不敌二人 被打入了神奇奶水池 但火箭马上就要发射了 危机时刻 小宝想到了办法 他让大宝将自己扔到船舱上 打开舱门 放出了所有小奶狗 在发射的前一秒 大宝抱住了小宝 就在这时 掉进奶池里的狗盛 突然爬了出来 经过浸泡 他居然再次变成了婴儿 他不甘心计划失败 想要放手一搏 结果却被火箭的大叔领养 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 终于解除了危机 完成任务后 小宝和伙伴们一一告别 临走前 大宝和小宝 都有一些舍不得对方 随后集团派人 将他们的父母 关于小宝的记忆 全部删除 小宝回到公司 成为了宝宝集团的大英雄 也如愿搭上了 宝贝集团的CEO 坐上了黄金马桶 另一边 大宝也得到了 父母的全部关爱 两人都如愿 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但不知为何 却都高兴不起来 就在这天 小宝收到了一个快递 是大宝寄来的 信上写道 他希望和小宝成为兄弟 打开盒子之后才发现 里面是他们曾经玩过的玩具 这一刻小宝释然了 于是 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放弃了总裁身份 重新回到了生产线 变成了普通婴儿 回到了父母身边 从此一家四口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是一个刚满院的小宝宝 只一看到爸爸和叔叔在吵架 静气的直接开口说话 觉得这时 他把两个奶嘴丢向空中 接着踢出两脚 将两人的嘴给堵上 原来 他不是普通宝宝 而是宝宝集团派来的特工 他带两人穿越到了宝贝集团 半路上 叔叔的记忆涌入脑海 原来 他也曾是宝贝集团的一名天才特工 而如今 宝贝集团再次面临危机 邪恶博士试图给所有的宝宝洗脑 让他们远离父母的控制 短短几个月 他就建立了好几所这样的学校 为了查出博士背后的目的 宝贝集团找来叔叔 来完成这项艰巨任务 只要喝了这瓶海克斯科技奶水 就能变成宝宝形态 潜入博士的学校进行调查 于是 叔叔抱着好奇心 在手上滴了一滴 爸爸现状 也真正要参与任务 因为自己的大女儿 就在博士的学校 就这样 兄弟俩你真我想 在一口口三花淡奶的作用下 两人变成了 我们熟悉的第一部里的大宝和小宝 终于 小女儿看不下去了 上前制止了两人的幼稚行为 然后将两人带进房间 给他们分配了第一个任务 中午放学前 潜入博士办公室安装监控 到了第二天 他们直接睡过了头 大宝立马将抽屉里的小宝叫醒 两人穿上校服 立马出门 但还是完美错过了校车 觉得大宝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小宝就在一旁吹起了口哨 结果下一秒 一批装装的小矮马 以一种十分骚气的姿势 奔向两人 大宝觉得这家伙并不靠谱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 却令他眼前一亮 吃了胡萝卜的小矮马 像通乡的野马一样 上次已经飙到了惊人的160 两人一马 在城市里横冲直撞 最终 在送走几名无辜市民后 他们顺利到达了学校 可来到校门口后 两人再次傻眼了 学校大妹还分为六个等级 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级别的班级 映然形态的小宝 直接被飞到了黄色的幼儿班 而大宝却被安排到了 蓝色的尖子班 和自己的大女儿 同一个班级 班上的孩子个个不一般 小小年纪 就已经开始学习量子力学 看着女儿在课堂上的出色表现 大宝感到很骄傲 而小宝这边就惨了 他被迫飞到 全市小宝宝的班级里 有总是从背后出现的小鬼娃 还有爱玩浇水的胖娃 正在他瞅着怎么出去时 未经开到了头上的天窗 他立马想到了办法 注意看 这个小宝宝想越狱 他们先把橡皮泥 放上发射炮 然后挡住所有摄像头 紧接着 组装一辆十米高的战车 想要从天窗逃出去 可眼看即将要成功 推上的小胖娃 就被浇水粘住了双脚 战车瞬间散驾 小宝的淘宝计划 就这样泡汤了 这可把他气坏了 大声训斥的胖娃 但很快 他就从泡汤身上找到灵感 于是 小宝利用胶水 化身为蜘蛛侠 成功逃出了教室 一路跌跌撞撞 终于来到博士办公室没口 而怀在上课的大宝 突然想起自己还有任务 他化成自己要上厕所 在那边的教室 居然自带厕所 他只能另想办法 于是故意在客套上捣乱 想被赶出教室 可等待他的 却被关进禁闭室 看来这次的任务 只能交给小宝了 小宝用尽吃点的力气 想撞开煤 结果煤轻而易举的就开了 原来 学校里到处都是监控 博士早就留意到 小宝今天出色的表现 他不想错过 这个跟他一样 智力超群的宝宝 为了说服他 他还卸掉了 自己大人的外壳 原来 他是个满度的坏水的 高智商宝宝 小宝立马将这个消息 报告了总部 博士看小宝非常有潜力 于是直接给他安排到 最神秘的紫色班底 为了搞清楚博士的阴谋 小宝只能将计就计 这里的宝宝 似乎在搞什么神秘科研项目 正当他准备拍照取证时 之后突然出现了一团黑影 原来是个穿人者服装的小可爱 幸好博士及时出现 救下了小宝 他带着小宝来到秘密基地 原来 他还培养了一群程序员宝宝 负责完成软件的开发 市面上最流行的几款软件 全部出自于他们手上 而他们现在正在开发一款 号称能改变世界的软件 博士的目的是 想掀起一场宝贝革命 让宝宝们取代大人 来统治这个世界 得知消息的小宝 火速赶回家里 结果却看到 大宝假扮成大侄女的同学 先一步回到了家里 原来任务失败的大宝 无意间 发现了女儿正为 徐妖的演出发愁 她是徐妖的主唱 可总是唱不好 被同学们埋怨 大宝决定以同学们的身份 陪大女儿练歌 帮她找回自信 可她大女儿开口的那一刻 大宝才发现 她唱的歌 实在难听的要命 在大宝的引导下 大女儿终于找到技巧 重拾信心 不再为了过几天的演出 而发愁了 把女儿解决完烦恼后 大宝跑回自己的秘密基地 看到小宝还在生自己的气 于是主动上前 给小宝道歉 最终兄弟俩兵势前邪 决定一起去破坏博士的计划 说到最新的情报 博士决定在学校的音乐节 发表演讲 并对道场的家长进行攻击 经过精密策划后 暂时决定分头行动 大宝潜入学生群里 控制场面 小女儿则坐在观众席 观察家长们的情况 而智商最高的小宝 则摆插在博士身边做内应 然后趁其不备 将控制器装在博士的大人战衣上 到时候等他上台演讲时 直接让他暴露真实身份 可到了演出当天 却发生了意外 小宝发现 博士已经将新开发的神秘软件 植入了家长们的手机里 只要家长们拿出手机拍照 神秘软件就会控制他们的神志 得知这一切的小宝 立马找个借口溜走 他要在大只女表演之前 欺谈电源 阻止博士的阴谋 可他把不希望大女儿的表演被搞砸 兄弟为此再次发生了争执 打斗中 他们被人家宝宝绑了起来 原来 博士早就得知他俩来这的目的 为了不让他们捣乱 博士将两人关进机密室 而失去队友的小女儿 只好找到姐姐 看到自己刚满面的妹妹 竟然会说话 她被吓了一跳 在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她决定加入计划 看着完全被博士控制的家长们 当务之急 是要立马破坏掉服务器 熟悉学校地形的大女儿 找到了服务器位置 而大宝和小宝 却差点被淹死在禁闭室 关键时刻 小矮马再次赶到 就压了兄弟俩 结果刚逃出来 就遇到了拦路的人者宝宝 危机关头 看似最不靠谱的胖娃 用胶水扮倒了一群人者 接着是提到的小鬼娃登场 从身后突然出现 直接吓哭了人者宝宝 在他们的帮助下 大宝小宝自然顺利赶到服务器下面 可博士也在这时赶了过来 他用抽套话的胖胖糖 轻松就抓住了兄弟俩 与此同时 姐妹俩穿上了博士的大人战衣 博士见状 拿出软件控制所有家长 先来让他们抓住大宝和小宝 事到如今 小女儿也呼出去了 直接他直接越过博士 率先爬上大树 只有关闭服务器 才能阻止这一切 博士眼看计划要泡汤 立马用八宝糖控制住兄弟俩 然后自己爬上大树 去追赶两姐妹 紧接着 小女儿则和博士 发生了激烈的混战 大女儿则趁机冲到服务器前 试图关闭软件 博士见状 直接砸掉键盘 大女儿想到用消防喷水 让电脑进水短路 追上楼下的大宝 去拉下火警 然而此时大宝小宝 两人都自身难保 可就在这时 电线奶粉的时间到了 小宝再次变回了大人模样 控制住了家长 大宝也成功拉下火警报警器 和扣门的校长 只能连水费都没交 而此时 控制软件已经在世界各地生效 看着自己的统治计划已经成功 我手打开可乐 准备庆祝一番 大女儿灵机一动 抓起一把薄荷糖 瞅准时机 直接丢进可乐 在可乐和薄荷糖的激烈反应下 服务器瞬间被摧毁 大女儿也被强烈的气球震出房间 险些掉下去 还好在最后 被变成大人的爸爸救了下来 那边的小女儿 也抓住了博士宝宝 最后 家长们全部恢复了神志 跟孩子们幸福地拥抱在一起 看着下面一家人团聚的场景 博士也意识到 家庭才是最重要的 最后也回到了自己的家 所以家长们 请示他放下手机 多陪伴孩子 多和他们沟通 孩子快乐了 家庭也会更加和谐 这么倒霉的孩子 你绝对没有见过 他刚一出生 自己的星球就遭到黑洞吞噬 父母为了保护杰哥 把他送到了地球 可是途中 却遇到了小超人 杰哥的命运 也就此发生了变化 原本选择的是有钱人家 结果在降落时 却被超人一下撞飞 就这样 超人成了富二代 而杰哥 却来到了黑暗的监狱 两人的命运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杰哥打小就聪明 有着超强的创造力 他利用自己发明的战车 帮助各位狱友没越狱 监狱长也拿他没有办法 毕竟他还是个孩子 为了让他走向正道 监狱长把他送进了学校 可什么想到 却和超人成了同学 于是他刻苦研究玩具 想要得到同学妹的认可 可结果却并没有人喜欢 就这样 杰哥被同学妹孤立了 无论他怎么努力 都得不到同学的认可 只有小弟迷你翁 一直对他不离不弃 既然所有人都认为他是坏人 那就做个彻底的坏蛋吧 很快 杰哥做的坏事 传遍了整个城市 而超人 则成为了正义的化身 杰哥每次被打败 都会被送到监狱 住上一阵子 杰哥做的坏事 被判了88个无期徒刑 不过监狱就是他的家 想要出去 还是很容易的 他有一块手表 可以随意变身 监狱长戴上后 瞬间就变成了杰哥 不明之下的预警 直接将监狱长电晕 并押回了牢房 而狡猾的杰哥 则提前躲了起来 变成了监狱长的样子 就这样 他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监狱 而他的小弟 则开着隐形战车来接他 与此同时 为了宣传超人的伟大形象 市长亲自给他做了个雕像 可就在剪彩时 一团黑雾升起 瞬间笼罩了整个城市 原来是杰哥搞的鬼 为了将超人引进圈套 杰哥摆下了他的女友 得知消息 超人一飞冲天 顺点锁定了杰哥的位置 当他来到目的地后 却发现自己中计了 杰哥压根就不在这里 看着中计的超人 杰哥启动了能量炮 超人想要反抗 可身体却变得越来越虚弱 就在此时 能量炮冲能完毕 瞬间就射向超人 爆炸的火光 冲天而起 超人也被炸成了白骨 曾经无敌的超人 难道真的就这么死了吗 他是世界上最坏的坏蛋 无敌的超人 被他干死后 杰哥就再无对手 就连警察见到他 都得交枪投降 城市里的所有钱 都被他洗劫一空 看着满屋的财富 杰哥却开心不起来 自从没有了超人 他做带走的坏事 也没有一点成就感 看着超人的雕像 杰哥陷入了沉思 现在的他 居然有些怀念被打的日子 为了满足自己的空虚 杰哥摸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决定造一个超人 来当他的对手 于是他找来超人的披风 在上面提取了超人的DNA 然后制造出了基因子弹 放进了能量枪 只要有人被这枪打中 那么就会继承超人的能力 可就在这时 小美意外闯进了杰哥的基地 为了让计划不被破坏 杰哥伪装成人类 想要把小美骗走 可变身后的杰哥 却被守卫当成了入侵者 小美为了救他 直接捡起了能量枪 杰哥健壮 偷偷变回原形去抢 可在正多的过程中 能量枪意外走火 子弹顺着管道 击中了小胖 杰哥赶紧伪装成人类 准备取掉小胖 可就被自家守卫盯上了 无奈之下 杰哥只好丢出炸弹 杰哥带着小美逃了出来 他的应用行为 也迎当了小美的放心 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随后杰哥来到小胖家 想要取回基因子弹 结果却发现 他已经发生了变异 无奈之下 杰哥伪装成了老年人 谎称是小胖的外星父亲 天天的小胖 居然真信了 杰哥又告诉小胖 他已经被赋予了超人的能力 想要他打败坏蛋杰哥 为了让计划顺利进行 杰哥开始教导小胖 如何驾驭超能力 就这样 杰哥白天教学 晚上就跑去和小美约会 时间一久 两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就在两人亲吻的时候 小美意外碰到了 杰哥的变身手表 在得知被骗后 小美伤心的离开了 无论杰哥怎么解释 都没有办法挽回这一切 你真的认为 我会愿意跟你在一起 不会 回到GD后 杰哥很失落 或许他这种人 就不配拥有爱情 在世人眼中 他永远都是那个超级坏蛋 想到这里 杰哥的眼神变得坚定起来 他要继续做回那个坏蛋 就这样 杰哥开着机器战甲 在城市中大肆破坏 他想引出小胖 完成自己的计划 可杰哥左等右等 就是不见小胖出现 杰哥很生气 直接来到了小胖家中 结果就发现 这家伙正在打游戏 不仅如此 他还抢了一堆现金 甚至还要和杰哥联手 一起捅住这个世界 杰哥把杰哥整懵了 为了让计划顺利进行 杰哥故意激怒小胖 结果下一秒 杰哥被一拳干飞出去 杰哥把杰哥搞定坏了 随即两人打了起来 两人打得难死难分 不一会儿 杰哥不敌小胖 就败下阵来 可黑化的小胖 居然想要干掉杰哥 危机时刻 杰哥启动逃生操 这才躲过一劫 使命界小胖打败了杰哥 全都高映坏了 可是下一秒 小胖就对路人发动了攻击 与此同时 杰哥找到小美 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 听到小胖正在大肆破坏 小美果然选择帮助杰哥 为了找到小胖的弱点 小美带着杰哥 来到了超人盛前的住所 可眼前的一幕 却让两人吓了一跳 超人这个家伙 居然还活着 他是城市的超级英雄 为了追求音乐梦想 居然选择了龟隐山林 就在不久前 超人被困难的天文台时 他利用超光速 去外面散了个心 由于速度太快 时间仿佛都静止了 超人从出生 就一直守护这座城市 现在的他 已经厌倦了这种生活 于是 他借助这个机会 将计就计 谎称红彤是他的弱点 并在爆炸前 扔出一副假骷髅 代替自己 从此过上了归隐的生活 可就在这天 杰哥和小美找到了他 想请他出去拯救世界 可超人并不愿意 直接拒绝了两人 而杰哥也受到了超人的影响 既然超人都不想拯救城市 那他这个坏蛋 又有什么理由去拯救呢 随后 杰哥直接回到了监狱 他准备在这里 孤独终老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小炮竟然绑架了小美 想引用杰哥出来战斗 为了救心业之人 杰哥带着机器的大军 就赶到了战场 机器人将小炮围了起来 杰哥趁机救下了小美 但是很快 小炮就摆脱束缚 接着举起高楼 直接朝着他们扔了过去 为了救小美 杰哥被刺穿了身体 这时 小炮想要解决小美 危机关头 超人竟然出现了 看到超人后 小炮吓得转头就跑 趁着这个机会 小美赶忙去查看杰哥的伤势 却没想到 杰哥居然是小弟伪装的 原来 刚才那个超人 竟然是杰哥假扮的 看到小炮被赶走 众人都高兴坏了 可是下一秒 小炮又飞了回来 杰哥上去就是一拳 可却没有暖用 还被小炮一拳 给击飞出去 危机关头 杰哥看到了隐形战车 于是立马跳了进去 拿到了能量枪 直接嘴定了小胖的鼻孔里 这场危机终于被解除了 而杰哥这个大坏蛋 也成为了城市的新英雄 电影最后 杰哥和小美 也终于在一起 从此两人过上了 幸福的生活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 他们是生活在 一万年前的原始人 今天是外出捕猎的日子 老爸将目标 锁定在一只鸟蛋上 用抛用命的方式 决定谁去负责吸引 没有硬币就用外婆代替 一切安排完毕 儿子一路飞飞 顺利的拿到鸟蛋 正当他开心的往回跑时 鸟妈妈一头把他撞翻在地 然后顺势捡起了鸟蛋 小鸟儿犹如脱胶的野马 全食四驱自在涡轮增压 很快就追上了鸟妈妈 在一家人合力协作下 不如一家成功完成了狩猎 他们一人一口享受着胜利的果实 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 眼看太阳就要落山 老爸赶紧带着家人 躲进了洞里 大女儿宝儿 却独自爬上了峭壁 他早已厌倦了黑暗的洞穴 他俩的追逐夕阳的余晖 叛逆期的宝儿 开始埋怨父亲 这些到底有什么意义 妈妈非常理解女儿的心情 在妈妈的劝说下 父女俩才冷静下来 深夜里 一阵火光吸引了宝儿的注意 他跟着光源 一路来到山顶 火把来到的碎屑 吸引了他的注意 女生果然都喜欢亮闪闪的东西 正当宝儿全身关注的观察火把时 身后突然出现 一个戴着猪头面具的人 宝儿一个过肩摔 将面具人摔倒在地 他拿起石头想要解决面具人 可就在这时 面具人缓缓摘下面具 一脸真诚的看着他 他叫小盖 是一个旅行者 不仅见多识广 还会许多生存技能 因为预感到 这里即将发生地震 所以准备前往更高的山上避难 小盖也要请宝儿一同前往 可想到父母还在家里 宝儿拒绝着邀请 小盖送给宝儿一个海螺 如果遇到什么困难 只要出现海螺 他就会马上出现 第二天 一家人正准备外出 大地突然发生颤动 紧接着 地面开始断裂 峡谷开始不断坍塌 危机时刻 老爸将家人紧紧护在身下 当烟尘散去 他们的家也不复存在 一个崭新的世界 恶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你见过这样的老鼠吗 原始世界 到底有多少神奇的动物 有像葫芦一样的蝙蝠 还有陆地上行走的鲸鱼 原始人一家绝处逢生 来到了新的世界 刚到这里 就遇到了一群野生猴子 老爸张牙舞爪的吼叫 试图吓保猴子 可后望着一脸 关爱智障的表情 紧接着 他轮圆了胳膊 上去就是一巴掌 猴子们兴奋地玩耍着新玩具 瓜哥被他们耍得团团转 正当瓜哥以为猴子被他吓跑时 没想到 跟他的麻烦找上了没 老虎依旧紧紧地 跟在他们后面 这时 天色突然暗了下来 熊猫妈妈的老虎瞬间怂了 直接跑回了森林 就对这时 一只只火烈的鸟冒出了头 随后无数只火烈鸟飞向天空 他们在空中翩翩起舞 宛容一朵优美的火烧云 可是下一秒 他们将鲸鱼包围 仅仅一秒钟时间 鲸鱼就只剩下一堆骨架 咕鲁家族预感到了危险 他们慢慢后退 做出防守阵型 可就在这时 宝儿一个剑步拿起号角 远处的小盖听到声音 他赶紧朝宝儿跑去 干净利略地用火石 点燃了草堆 一个简易的火把就制作完成 他一把搂过宝儿 高高地举起火把 回来脚妹飞飞被吓退 小盖的及时出现 解除了危机 宝儿高兴地跟家人介绍着小盖 因为小盖的出现 咕鲁家族改变了以前很多习惯 比如用火烤食物会更加美味 穿上鞋子会更方便走路 下雨时撑伞 才不会被淋湿 然而小盖的这些新奇想法 严重威胁到了瓜哥的地位 家人们逐渐依赖小盖 为了挽回家人心理的形象 瓜哥也研究出了一些新奇发明 比如把石头当成交通工具 带往小心前面的障碍物 比如拿起石块当成太阳镜 这样阳光就不会刺眼了 这些无聊的发明 显然非常鸡肋 瓜哥一家之主的地位 受到了威胁 他说的话也越来越不被重视 瓜哥恼羞成怒 恨莫得手撕了小盖 两人在扭打中掉进了交友里 无论怎么挣扎 都只会越陷越深 而此时的小盖 也射出了自己的精力 原来小盖的父母 就是因为泄进交友里而丧命 或许自己也是为人父的原因 瓜哥改变了对小盖的看法 但眼前最重要的 就是如何脱身 为了摆脱困境 小盖做了一只假的母老虎 用来吸引老虎的注意 利用全大的拉力 把他们救了出来 小盖再一次用头脑 征服了瓜哥 当家人赶来时 两人已经兵士前邪 这时身体出现断裂 形势变得一成严峻 他们朝着更高的山跑去 当他们来到山顶时 大帝再次发生断裂 阻断了他们生的希望 妈妈劝大家先回到山洞里 没想到这次 爸爸拒绝了 他知道大家喜欢光明和自由 虽然他想不出好点子 但他想用自己的方式 保护家人 虽然前方是未知的迷雾 但他想要尝试一次 小盖站出来 愿意为他们探路 瓜哥一把将他扔向了迷雾 没过一会儿 对岸响起了小盖的号角声 大家再次燃起了希望 但这种方法 最终会留下爸爸 他们舍不得与老爸分离 你不打算过来对吧 你活着 我就不会走 宝儿不想与爸爸分开 他还有太多的话 没跟爸爸说 但保护家人 一直都是爸爸的责任 来不及过多留恋 大帝还在继续坍塌 爸爸赶紧将他们 全部送到了对岸 而他自己则消失在了山谷中 瓜哥独自返回了山洞 他第一次成功的生活 开心的想跟大家分享时 一转身才发现 这里只剩自己了 他抓起一把泥土 在墙上画出家人的样子 就在这时 那只老虎再次出现 凶巴巴的吹灭了火把 然后 他并不是来伤害瓜哥的 老虎非常怕黑 像一只年龄的小猫咪一样 温柔的靠在瓜哥怀里 就在这时 对岸响起了号角声 瓜哥以为家人遇到了危险 他开启头脑风暴 他看着如果才能穿越峡谷 他找到一副动物骨架 在上面涂满胶油 然后吸引一大群火烈鸟 把火烈鸟们 引到骨架上 火烈鸟被牢牢的站在胶油上 被迫成了免费劳动力 瓜哥利用火把 通知飞行方向 此时对岸的家人 还在不断的吹响号角 对葬身山谷的父亲 进行哀悼 正当一家人沉浸在悲伤中时 迷雾中出现一个巨大的飞行物 瓜哥成功飞越了峡谷 像平常一样 数着家人的数量 不过这次多了一个 他把小盖也当成了家人 你绝对没有见过 这样的沟通方式 聊天是靠打的 能不能听得懂 得看出手重不重 这个乐乐的头发还能上天 飞着飞着还能照天浅 接下来就带你们见识一下 原始人的世界 到底能有多疯狂 他们是血军人孤陆家族 出行的交通工具是大落虎 在瓜哥的带领下 一家人总能化险为宜 可是最近 瓜哥却非常头疼 因为他的女儿宝儿 最近开始饭花吃 让他充满了危机感 为了能看住女儿 瓜哥给摩德斯二小时盯着他们 这天夜里 小盖悄悄告诉宝儿 想和他组建一个 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小家庭 瓜哥听了十分气愤 但是碍于面子 又不好当面发作 于是他独自一人 来到外面宣泄不满 可是没想到 他居然发现了一处室外桃园 这里淋了满目的食物 让很久没有吃过饱饭的一家人 彻底放飞了自我 干饭人干饭魂 干饭的都是人上人 一家人称他满地打滚 就在这时 瓜哥发现了一个香蕉 这个是他的最爱 可就在一家人准备摘香蕉时 意外发生了 一家人被整整齐齐地挂在了树上 紧接着 两个穿着鞋踏的的人 拿着小棍不断地戳他们 他们自称是文明人 是这个失败桃园的主人 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 他们居然是小盖父母的好友 原来自从小盖的父母去世后 他们就与小盖失去的联系 文明人夫妇带着大家 参观了自己的豪华大别一夜 没见过世面的宝儿 直接就爬了上去 可神奇的是 他们这个大别墅 居然配有升降电梯 他们来到室内 发现里面全是科技和狠活 而且文明人夫妇 还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小美 她与小盖从小青梅竹马 虽然多年未见 但却是心有灵犀 甚至连裤腰带都是情侣款 两人有说有笑 完全没有在夜身边的宝儿 本以为宝儿肯定会生气 可是没想到 她与小美一见如故 还成了彼此的闺蜜 文明人夫妇热情地款待了孤禄一家 瓜哥对香蕉情有独钟 却被男主人拦住了 她说这里的食物 可以随便享用 唯一的规则就是不能吃香蕉 这样瓜哥很不高兴 文明人夫妇主张独立和个人隐私 所以给每个客人 都准备了一个独立的房间 感受着床间带来的柔软 小盖瞬间爱上了这个地方 到了深夜 其他人已经安然入睡 唯独瓜哥 却怎么也睡不着 没有家庭的迭洛看 她感觉非常的不习惯 而同样不习惯的 还有文明人夫妇 咕噜一家野蛮的生活方式 与他们格格不入 但因为小盖的缘故 又不好意思赶走咕噜一家 他们看出来 宝儿和小盖的关系很亲密 但为了错合女儿与小盖 他们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在精神上 他们尽可能为女儿和小盖 达到二人空间 在物质上 文明人夫妇更能让小盖摇身一变 成为了高富帅 顺气的发型 线定版的项链 还有那蹭亮的鞋榻子 这一刻 他们已经变成了亲密的一家人 此时的宝儿 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直到小美说生活错饭 宝儿准备大显伸手 可是没想到 小盖居然学会了新的生活方式 已经不再需要她 看着眼前的男友 宝儿突然感觉到自己是多余的 她失落的来到屋顶 小美也跟了过来 她寻找宝儿身上的伤疤 是哪来的 宝儿说每一处伤疤 都代表着一段冒险经历 这让小美羡慕不已 因为在父母的约束下 她从来没有去过外面的世界 宝儿这才意识到 小美和自己很像 只不过自己以前住的是山洞 她住的是世外桃源 想到这 她决定带着小美去外面转转 于是两个女孩骑上大路虎 手刹挂挡 油门 一鼓作气 直接窜了出去 宝儿就在他们偷偷离开之际 文明人夫妇也开始了下一个计划 你绝对想不到 在原始社会 居然也能坐上电梯 甚至用上打火机 满满的科技与狠活 而这一切 都是在对文明人夫妇发明的 男主人把瓜哥带到了 自己的秘密基地 汉征房 他告诉瓜哥 汉征的时候 可以把身上的皮毛大姨脱了 可瓜哥却表示 自己是皮毛一体 根本脱不下来 第一次汉征的瓜哥 此时都要被蒸熟了 男主人曾经说 只要把小该留在文明之家 瓜哥就不用担心 女儿会离开自己了 迷迷糊糊的瓜哥 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而另一边 女主人也没闲着 他给瓜嫂准备了一些食物 说是为了感谢他们 把小该送回了家 瓜嫂虽然没那么多心眼 但他却是个明白人 气得当场就把食物丢了出去 换到家后 瓜嫂告诉了瓜哥 文明人的真实目的 是想赶踪他们一家人 留下小该当上门女婿 瓜哥这才恍然大悟 为了报复文明人一家 瓜哥吃光了 男主人最在乎的香蕉 这时 玩了一圈回来的宝儿他们 正好遇见了小该 看到小美的手 肿成了熊掌 他开始埋怨宝儿 做事不计后果 吃饭的时候 两家人揭开了 凭死的真实目的 矛盾再次升级 一怒之下 小该也明确表示 他觉得孤露一家 从不讲究个人隐私 与其跟着他们一家挨饿 还不如留在这里 宝儿试图挽留 但小该却无动于衷 最初他们选择了分手 见到女儿如此伤心 瓜哥索性摊牌了 香蕉已经全部被他吃没了 男主人得知后 哭得十分伤心 这时 他终于说出了 不准吃香蕉的原因 原来这些香蕉 是用来交保护费的 具体是交给谁 他也说不清楚 反正只要交出香蕉 就可以相安无事 觉得这时 怪物来要香蕉了 可现在香蕉已经没了 香蕉皮倒是有一堆 很快 没想被怪物打出一个缺口 没想到 所谓的怪物 居然是一只可爱的猴子 老实他这么多年 一直在给猴子送香蕉 瓜哥都快笑哭了 可下一秒 他就笑不出来了 在猴子的身后 居然出现了一只军队 他们二话不说 直接抓走了三个男人 等女主人他们赶到时 混合他们已经不见了踪影 他们通过小女儿敏锐的嗅觉 骑着大路虎 开始了营救之旅 在途中 他们遇到一群陆行沙 两个女主人因为意见不合 在这争吵起来 结果以表现 他们掉进了水里 女主人决定单独行动 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团队 不料意外掉进一个山洞 被困于冰块中 而这里 则是狼猪的领地 唯一关头 咕噜家族及时赶来 你绝对没有见过 这样的哈士奇 他们居然长着六只眼睛的六条腿 虽然不拆家 但是会织网 你看大家无路可逃 小美发现 他们只不过是护子心弃 并没有伤害人类的意思 随着大家放下武器 狼猪们也放下了敌意 就这样 狼猪也加入了救援小队 经过这次事件 女主人改变了对咕噜一家的偏见 大家重振旗鼓 只变猴子老巢 此时瓜哥被猴子绑住手脚 就算是说出了最硬气的话 只要把他放下来 他就能把猴群全部打跑 结果猴子一套军体拳下来 瓜哥分分钟被打脸 幸好小哥也能听懂猴语 大家这才躲过一截 原来猴子之所以要那么多香蕉 也是为了生存 在几年之前 他们有着数不清的食物 可每到月圆之夜 就会有一只大怪兽来索要香蕉 幸好香蕉数量足够 他们与怪兽相安无事 但突然有一天 河水干枯了 香蕉也全部不见了 由于没有香蕉安抚怪兽 猴群相机被怪兽吃掉 无奈之下 他们只要去男主人那里讨要香蕉 男主人说 还好他们不知道 这条河是被自己改造的 可他刚说完 这句话就被小盖翻译了过去 这下BBQ了 猴群终于找到最回货手了 费怒的猴子 直接把三人装扮成香蕉 准备在月圆之夜 献祭给大怪兽 就在这时 小盖的脑海中 不断出现宝儿的身影 直到此时他才明白 原来父母让他寻找的名字家园 并不是指哪一处地方 而是跟新鲜的人在一起 只要两人在一起 无论在哪都是家 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因为怪兽已经来了 其实是... 是好像很相 treating 500 Movies ちょっと不可 exclusion %&%&%&% 中 Pitb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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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 ir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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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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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Vul头 他们直接从怪兽口中救下了三人 这下彻底激怒了怪兽 他疯狂地追赶着这三根香蕉 好在宝儿挺身而出 阻止了怪兽 这才让其他人趁机逃进了山洞 可宝儿却在怪物的追赶下 陷入了困境 关键时刻 小开荡着藤蔓及时赶来 此时两人发现 彼此还心细着对方 之前的种种矛盾 在这一刻也化为乌有 但怪兽可受不了他们撒狗粮 继续对他们发动攻击 眼看就要被怪兽吃掉 大家开始了疯狂输出 和这些伤害明显不够 最后还得靠宝儿和小盖 他们成功擦出爱情的火花 点燃了藤蔓 随着一声巨响 怪兽掉了下去 可就在大家准备庆祝之际 没想到怪兽居然还活着 他不仅没死 还抓住了宝儿的脚趾 但怪兽不知道的是 宝儿的脚趾是花生做的 这下怪兽彻底玩完了 故事的最后 两家人屏除成念 生活在一起 他们拆除围墙 与猴子成为了邻居 虽然瓜哥的喉语总是不及格 但瓜哥的决策就是正确的 只要一家人团结一心 没有什么困难 这克服不了的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 一只蜗牛究竟能跑多快 30厘米仅仅用了17分钟 阿特设置有梦想的蜗牛 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当一名赛车手 可这个想法 就是一个天方夜谭 车身杰克是他的偶像 每天最开心的 就是看偶像的采访 就在这天 蜗牛妹在菜园里摘菜 他却与西红柿赛跑 阿特努力的样子 换来的 却是其他蜗牛的嘲笑 蜗牛怎么可能与赛车赛跑 哥哥劝他 别在白日做梦 行动缓慢是蜗牛的宿命 让他放弃不屑实际的梦想 就在这时 一颗新鲜的西红柿掉了下来 蜗牛妹高兴坏了 因为这一颗 总有他们每餐一顿了 可万万没想到 主人推着除草机 准备除草 没办法 他纵身一跃 跳进了草坪 只见阿特开出玛丽 不断靠近目标 偶像的力量 让他全身充满动力 而这一切 都只是他的幻想 眼看各老街 就要将他碾碎 危机时刻 哥哥打开水管 水柱及时将他冲走 阿特差点成了蜗牛番茄匠 哥哥的责骂 让阿特失去了信心 趁着大家熟睡 阿特离开了草坪 他开始自我怀疑 是否真的选错了梦想 他对着天空许愿 希望自己成为一名赛车手 就在这时 一辆货车经过 长大的气流 将他吹起 弱小的身躯 在车流中飘荡 最终落在了一辆赛车上 赛车一脚油门到底 阿特脚下一滑 被卷入了发动机里 赛车开启液氮加速 蓝色的液体进入发动机 阿特的身体 也开始发生变化 全身每个细胞都被激活 最终 阿特从排泄桶掉了出来 当他再次醒来 眼睛变成了远光灯 蜗牛壳变成了尾灯 甚至可以播放音乐广播 而最大的改变 就是他的速度 熊孩子想拿车撞他 卡特居然一个外圈飘移 轻松躲过 这才是真正的涡轮增压 阿特跳上轮胎 以200码的速度 把熊孩子甩飞出去 但他没能控制好方向 玩具车直接撞坏了菜园子 这让蜗牛妹非常生气 组长直接将两兄弟赶了出去 他们刚走上马路 又被一个小胖子给抓了起来 胖子拿起手机 拨通了一个神秘电话 你见过蜗牛赛跑吗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 都像打了鸡血一样 冲进跑道 阿特一脸不屑 沃河里散发出蓝光 一个冲刺就将赛道摧毁 所到之处 都会留下一道蓝色幻影 紧接着 一个票一入库 稳稳停在了人们面前 小胖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随便抓到一只蜗牛 竟然有如此超能力 小胖给阿特准备了床 好事好喝地伺候着他 小胖和大胖开了一家煎饼店 但生意却十分惨淡 为了让生意好起来 小胖用蜗牛的超能力当噱头 吸引来了不少客人 就连周边朋友们的生意 也跟着好了起来 小胖非常高兴 他为阿特有什么梦想 阿特没有说话 只是跳上了广告牌 一只蜗牛 竟然想参加赛车比赛 可是没想到 小胖居然支持了阿特的想法 可参加比赛 需要两万报名费 小胖去到各个商量 可各个根本不同意 没办法 小胖只好求助朋友们 他们见过阿特的实力 当机就凑出了一万块 于是他们上路了 等大胖发现时 小胖已经拿走了 他所有的积蓄 为了让阿特的速度更快 于是对他进行了改装 为了减少风阻 现在还给他装上了尾翼 一群人终于来到了赛车场 阿特感受到了 每一个细胞都在跳动 他兴奋的爬上积分板 感受着赛场的气息 但让一只蜗牛 跟赛车比速度 简直让人笑掉大牙 正当几人准备放弃的时候 阿特直接冲进了赛道 速度快的让人惊掉下巴 最后 他也没要是226公里的速度 成功通过了测试 这速度仅仅比冠军慢4公里 一时间 阿特成了全场的焦点 他的视频很快上了热搜 可无论怎么说 他也只是一只蜗牛 主板方召开了发布会 拒绝阿特参赛 没想到 却激起了重怒 他们强烈要求阿特参赛 车身站出来解围 他支持阿特参加比赛 主板方也不得不妥协 最终 阿特拿到了参赛权 有了偶像的支持 阿特很开心 可他不知道的是 杰哥的真正目的 是为了蹭阿特的流量 第二天 比赛正式开始 独特的出场方式 让阿特瞬间成为了赛场焦点 但面对专业赛者手 他不免有些紧张 刚起步就差点被碾碎 很快 他被甩在了车队最后 看着被甩在最后的阿特 车神笑得十分开心 而阿特则逐渐失去了信心 到了补给的时候 强大的会员团登场 抹上防滑液 补充生命支援 阿特重新出发 他不再东躲西藏 利用脚小的优势 钻进底盘 从赛道边缘超车 就算有突发事故 他也能随机应变 眼看就要超过杰哥 没想到 他开始使坏 阿特被逼向赛道边缘 轮台的碎线 让他失去重心 阿特意识开始模糊 窝壳也有了裂纹 大家都劝他放弃 但他不想让大家失望 一无反共的 再次回到了赛场上 阿特很快追赶了上来 杰哥再次把他逼到墙鸟 没想到 阿特竟然躲在轮毂上 一个空龙转体三百八十度 成功跑到了第一的位置 为了阻止阿特 杰哥故意制造了事故 所有选手都翻了车 小蜗的引擎也彻底失效 没有了蜗牛引擎 他彻底绝望了 就在这时 场外的哥哥 肺目固身跳上气球 他骑着乌鸦来到赛场 哥哥的鼓励 让阿特重拾了信心 他一步一步的往中点爬 人们也被这种精神盒感动 全部起身为他加油 此时的杰哥 也从昏迷中醒来 他退着车 跑向终点 他无法接受一只蜗牛战胜他 于是抬起一脚 想要踩死阿特 危机时刻 阿特巧妙地缩进了壳里 最终以一壳优势 赢下了比赛 现实中的我们 何尝又不是一只蜗牛呢 我们应该像阿特一样 每天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前进 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梦想从来不会发光 发光的是坚持梦想的你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聊 你绝对想不到 在遥远的珠宝拉马峰上 竟住着一群神奇的雪人 他们拥有同音驾物 控制大自然的神力 和一家黑心的制药公司 却把他们当成了怪物 甚至还将一只 不会使用神力的小雪人 残忍地抓进了实验室 面对人类的追捕 雪人在情急之下 就召唤出一道闪电 成功寄托的人类 逃离了这里 而制药公司 就远派出了一架直升机 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寻找雪人 这天晚上 宝儿来到天台 准备练习小提琴 却被路过的直升机 吹掉在了地上 他刚下捡起小提琴 却看到黑暗中 出现了一只巨大的手掌 宝儿侠着连忙躲到一旁 但又不想弄丢自己的琴 于是使用琴弓 就要将其捡回 结果又发出了声响 雪人其实群庸地走向宝儿 回去了这时 直升机再次出现 雪人见状连忙躲了起来 此时的宝儿 也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便帮助雪人躲藏 在直升机走后 宝儿偷偷看着眼雪人 却发现他已经睡着了 虽然宝儿有些害怕 但善良的他并没有离开 而是在天台守了一夜 到了第二天 却在雪人身上 看到了严重的伤口 于是他拿出全部积蓄 来到药店为雪人买药 他拿走了家里的一大盘包子 可当宝儿回到天台时 却发现雪人已经醒来 他对外界充满了防备 直到宝儿说明来以后 雪人正在放松了警惕 在伤口拨打好后 雪人会睡了过去 当天雪人再遇到危险 宝儿立刻动身 将天台重新装饰了一番 当夜晚来临时 他为雪人拉响了一首小提琴曲 雪人吃了地方压了防备 也跟他唱起了歌谣 当歌成夹杂而止 宝儿却发现 雪人一直盯着对面的广告牌 经过一番交流 宝儿终于知道 原来珠峰就是雪人的家乡 于是宝儿为雪人取名为大毛 立下定决心送他回家 几位带的小炮来到天台 竟意外撞到了 正在和宝儿玩场的大毛 而说明的大毛 也突然发生一声怒吼 说不出这声怒吼 恰而被这样公司的眼镜姐听到 他们立刻派出直升机 对大毛进行抓捕 宝儿见证 立刻让大毛离开这里 宝儿的照片和小提琴 不幸被汽流吹翻在地 捡起掉了东西后 大毛带着宝儿逃离了这里 他们在房顶上来回穿梭 直升机也在后面紧追不死 无敌关头 却上的建筑突然亮起 四眼的灯光秀 闪退了直升机 趁着机会 他们摆脱了追捕 宝儿带着大毛来到码头 希望他能够独自返回出风 看着大毛笨手笨脚的样子 害怕他再次遭遇危险 于是他跳上货船 决定亲自送大毛回家 而感染的杰克和小炮 也跟着一起跳上了货船 如此奇妙的一幕 你绝对没有见过 流露人间的雪人 随着他吟唱的歌谣 长出了数不清的蓝眉 觉得这时 蓝眉越变越大 看见这盘恐怖的景象 紧张下的慌忙逃走 此时的蓝眉 如同一颗巨型炸弹 向着几人陆续袭来 终于 他们摆脱了蓝眉大军 但此时天色已晚 他们准备就地休息 明天一早再出发 到了第二天 几人来到了黄山 看到这般奇景 众人被惊艳到了 可就在这时 无人机发现了他们 老板直接命令手下 对大毛进行抓捕 不及时刻 大毛再次吟唱 下一秒 宝儿手中的蒲公英 就瞬间放大了数百倍 并带着他漂浮在了空中 众人见状紧随其后 只有杰哥 落到了坏人的手里 眼睛姐告诉他 全是自己的研究对象 目的就是为了造福人类 另一边 宝儿等人随着蒲公英 来到一处黄沙隔壁 看着广袤的荒漠 众人只能凭借感觉 寻找出去的路 可是到了晚上 他们依然没有走出这个地方 而此时的宝儿 也开始不停质问自己 到底有没有信心 送大毛回家 可当他看到河里的锦里 在拼命地逆流而上时 便再次重拾信心 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 另一边 杰哥意外听到了 眼睛姐和保安队长的对话 他们想要将雪人 卖给国外的研发团队 并彻底出了宝儿三人 他赶忙骑上摩托 可是下一秒 无奈之下 杰哥只能打开手电筒 勇敢跑进了黑森林 为了走出这片森林 杰哥用一部手机 和老人换了一艘船 与此同时 宝儿几人经过长途拔舍 终于走出了荒漠 为了保护大毛 宝儿将他打扮成奶牛 可没能起来离开小镇 眼睛姐突然带人赶到 他们一眼又认出了大毛 并对其进行抓捕 杰哥对几人走投无路时 杰哥突然出现 他连忙起头引擎 带着好友离开了这里 维基并没有解除 只见敌人按下按钮 卡车瞬间变成了游艇 维基关头 大毛再次使用魔法 加快了小船的速度 机构一步要心 直接冲进了一片油菜花田 当他们站起身时 宝儿却发现 自己心愿的小提琴 居然被摔坏了 他伤心地跑进树林 因为自己的小提琴 竟然被大毛给修好了 四根雪白的钦鞋 这是大白的毛发 当他们收拾照片时 突然发现 这一路所到之处 这是宝儿梦梦以求的旅行地 一行人到达了 最后一个旅游景点 把宝儿父亲立起 爬上了乐山大佛时 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大毛见状 直接按小提琴递给了他 怀了对父亲深深的思念 宝儿再次拉响了小提琴 而此次的天空 也突然下起了雨 而宝儿的脚下 也随着雨滴掉落 盛开了一朵朵白花 在这一刻 房光师父亲回应了他 也让他更加坚定了 送大毛回家的决心 不久后 他们终于来到了珠峰脚下 现在只需要跨过面前这座桥 大毛就能回到家人的怀抱 可就在这时 年轻姐再次出现 读住了他们的去路 大毛见状 直接发到了桥家的最高处 见识到雪人的力量后 老板突然想起 自己年轻时 遇到雪人的场景 原来雪人 才是主宰自然的神明 而自己 只是一名普通的人类 于是他命令手下 立刻停止行动 可眼镜姐和队长 已经被着老板联系了买家 于是他被扣动扳机 将老板击晕在地 并对着大毛发起了攻击 就这样 大毛被关进了铁笼 看到眼镜姐要伤害大毛 宝儿急忙上前阻止 却被眼镜姐 吹下了山崖 宝儿及时招住绳索 在小庆捡回一条小命 随后 他努力爬上了大桥 立刻来想了小提琴 面对眼前的敌人 大毛丝毫不惧 随着他一声怒吼 睡前击退了众人 眼镜姐一气之下 挂上了六档 这被大毛死来 结果下一秒 突然爆发巨大的雪崩 强大的冲击 把卡车冲下了悬崖 就算众人以为 大毛也一同摔落悬崖时 他就突然出现在身后 这些大毛平安无事 众人激动地相拥在一起 老板也为自己之前的行为 称肯地向众人道歉 并并定手下突下大衣 供给人继续前行 可由于珠峰太过陡峭 可能让大毛成功送回家 大毛健壮 再次使用的魔力 召唤出了几朵白云 而这些白云 随即滑走一条条锦里 在这宝儿一行人 创伤在云海之中 很快 一行人来到了珠峰之上 随着大毛再次吟唱 一只卷大了雪人 从浓口中缓缓走来 在众人相晕过后 大毛也回到了家人的怀抱 一切结束后 宝儿再次回到了家中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